民主派初選案 仍在懷額中的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被指三次向公眾披露 因721事件受廉政公署調查的警司尤賴強資料 被控三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罪 林卓廷早前不認罪 裁判官葉啟亮12月6日 於東區法院裁定案件表證成立 林卓廷自辯指 他曾於2008年至2011年擔任廉署調查主任 接受過相關訓練 了解約調查與防止賄賂條例所定罪行無關 廉政不會引用條例去告誡證人 不得透露有關行動 只能請求證人配合廉署的秘密調查 辯方岳俊將721事件當晚 民主黨時任社區主任 閃卓南在元朗西鐵站拍攝的影片呈堂 辯方大狀審視文強調 721當晚發生了超乎想像的暴力行為 在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 但警方未有在場執法 而當中可能牽涉到警員獨職 才導致林卓廷決定披露事件 林卓廷益述在2019年7月21日當日已收到若干訊息 在元朗可能會襲擊穿黑衣的抗爭者 於是一直密切留意元朗的情況 他表示當晚得知元朗有人背部被嚴重打傷 隨即致電警方求助 林卓廷指他隨後到達元朗站 目擊白衣人嘔打 指罵市民 並與隨行同伴用Facebook直播記錄事態發展 期間他被一名白衣人用粗木棍摘擊 嘴捕裂傷 無名指骨裂 頭 肚 前臂及腳 困有傷勢 他回憶自己超過20次警告 及要求白衣人停守未遂 直播片段中也顯示林卓廷向白衣人哭道 警察來了 拘捕你這群混蛋 林卓廷在庭上說 當時相信警察會來 但這個評估是錯的 林卓廷被控在2019年12月30日 2020年1月21日及7月16日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 向公眾或部分公眾披露調查中的受調查人身份 即負責調查721事件的新界北總區刑事部 重案組警司尤賴強 類似為重案組警司尤賴強 介紹這群汽車 記者及時見 他們說報告 致責少許可忽 記者及馬上 你們 請 請